世界需要有更多人如此 所以那个时候你叫如来即爱一子之地 你是阿弥陀佛的独生子一样 你是十方诸佛的独生子 靠着你利益众生 好 我们现在这样来 止静三分钟 那手机请关掉 然后很专心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乞丐兄弟的因果报 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年的故事 由于战乱和旱灾 村子里的很多人离乡背景 到处流浪 沿街乞讨 真的好饿哦 我也是的 你们兄弟俩今天有什么收获吗 别提了 我们俩今天出去乞讨了一天 可却只收获了一块饼 唉 这点食物哪里能填饱肚子呀 可不是吗 这里的人生活都还不差 却不肯给我们食物 真是太可恶了 弟弟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现在世道不太平 人人都自身难保 而且你也看到了 乞讨的人那么多 他们能施舍给我们食物 我们应该心怀感激 不施舍给我们 我们也不该生气怨恨 嗯 好吧 是啊 世道太乱了 能自保就已经不错了 谁还会帮别人呢 所以人嘛 不能只有在这里抱怨 不用头脑想办法要吃的是不行的 老哥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 我们要一张饼就已经很困难了 而你却要来了鸡腿 我看 这个鸡腿又是你偷来的 偷也罢 强也好 这个世道那么乱 要是人人守规矩 早就饿死了 哇 我看了都流口水的 我也好想吃一口的 你们可不要羡慕他 别看他现在潇洒吃肉 这些肉不是偷的 就是抢的 总有一天 他会遭到报应的 是啊 弟弟 我们做人 还是要安分守己一点的 天天食不果腹的日子 让李大 李二兄弟俩的身体 越来越虚弱 夜色下 躺在草窝里的李大和李二 正在睡着觉 这时候 李二爬了起来 他叹了口气 然后四下环视着 弟弟 你不睡觉 坐在这里干什么呀 哥 我肚子好饿 哪里能睡得着啊 唉 我的肚子也好饿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吃的了 弟弟 忍一忍吧 等天亮了 我们再出去乞讨吧 哥 即便天亮了 我们又能乞讨到多少食物呢 不如现在趁着人少 我们出去碰碰运气 李二站了起来 朝远处的居民区走去 李大看着李二离去的背影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胖胖运气 他不会是想去偷东西吧 弟弟 等等我 我和你一起去 肚子好饿啊 什么时候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能天天吃饱饭啊 这时候 传来了一声牛叫声 李二一愣 他急忙寻声望去 只见屋外搭了一个简易的牛棚 牛棚里一头牛正拴在那里 牛 这里竟然有一头牛 真是太棒了 弟弟 你要干什么 哥哥 你看那里有头牛 我们把它牵走卖掉吧 没有钱 我们就能做点小生意 再也不必像现在这样 到处骑讨流浪了 弟弟 你在说什么呀 这是人家的牛 我们怎么能偷人家的牛啊 哥哥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说这些 有了这头牛 我俩以后就会有出路 没有他 我们很可能会饥寒交迫地死在这里 说完 他翻身跳进了牛棚 解开绳子 打开牛棚的门 将那头牛从牛棚里牵了出来 哥哥 得手了 我们赶快走 弟弟 我们不能这样做啊 你这是在做贼呀 哥哥 快走吧 要是被牛主人发现了会打死我们的 因为我们是乞丐 死了也白死 我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 就在这时候 那头牛 猫的叫了一声 屋内的牛主人被惊醒 是谁在外面 不好 牛主人醒了 哥 我们分头走 要是让他抓住了可就惨了 这时候 这时候牛主人 这时候牛主人跑出了屋子 他发现牛棚里的牛不见了踪影 牛被偷了 可恶的贼 我绝不会轻饶了你 你给我站住 李大 李二兄弟二人 就在这个夜晚分散开了 弟弟李二将偷来的这头牛卖掉后 用卖牛得来的钱做起了贩卖伤口的生意 而且生意越做越大 几年后 李老板 这些就是我们村子里要卖掉的牛 请您看一下 李老板啊 要不是今年村子遭受了旱灾 颗粒无收 大家是真不舍得卖掉这些羹牛的 李老板 您好人有好报 出点高价收购这些牛吧 大家都指望卖掉的钱来度过这个荒年呢 你放心 我出的价格绝对公道 像这头牛又老又瘦 我可不要 李老板 求求您买下这头牛吧 我儿子得了重病 家里值钱的只有这头牛了 那你才有钱给我儿子治病 李老板 求求您买下它吧 要知道我买下的牛 是要送到屠宰场宰杀的 这头牛又老又瘦 人家是不会要的 李老板 我儿子得了重病 您就可怜可怜我买下它吧 我是商人 又不是慈善家 你儿子病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每当遇到机会 李二便会到村子里 用极低的价格将村民的羹牛收购来 然后卖给屠宰场赚取暴利 村口 一辆卡车载着众多牛 缓缓地驶离了村子 哎 这个李老板实在太黑心了 这些牛竟然只给了那么一点钱 这年头啊 有人能愿意出钱买牛已经不错了 你看那位老婆婆 她的牛李老板都不收 没有钱 她儿子的病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呢 李老板 这次 您又能大赚一笔吧 其实我这也是在帮他们 当初家乡赌荒年的时候 我家要是有头牛能卖到换钱的话 我也不会和哥哥到处流浪 吃那么多苦 李老板 您的哥哥还没有音讯吗 没有啊 不知道他目前过得怎么样啊 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流浪乞讨 这么好的羹牛都卖掉了 看来这个村子也受灾了 村里人只能靠卖掉羹牛来生活了 这么说来 我们来这里也很难逃到什么食物了 那我们还要往前走吗 反正我们都已经来了 那就进村子里试一试吧 我说什么来着 来这个村子根本讨不到食物 乞丐话音刚落 一旁的院门打开 老婆婆拿着几个馒头走了出来 中乡丐的眼睛 中乡丐的眼睛一下子被老婆婆手中的馒头吸引住了 老婆婆将馒头分给了中乡丐 抱歉 家里的粮食实在不多了 这些馒头你们不要嫌少啊 老婆婆真是太感谢你了 谢谢你 是啊 老婆婆 您真是个好人 一定会得到好报的 唉 可是上天总是那么的不公平 杀人劫财紧腰带 修巧补路全身赖 老婆婆 话不能这样说 善恶总是有报的 只是时候不到而已 希望会是这样的 李大虽然身为乞丐 但是却一直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 虽然一无所有 但却在流浪的乞讨的日子里 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人 老板 上口饭吃吧 哼 走开 别挡我的路 李二一把将小乞丐推开 哎呀 小乞丐一下子摔倒在地 手里的那个丸也摔碎了 小乞丐伤心地哭了起来 李二头也不回地走开 这时候李大走了过来 他急忙扶起小乞丐 孩子 不要哭 我这里有一个馒头 你拿去吃 你人真好 人家说的真是没错 杀人劫财紧腰带 修巧补路全身赖 你这么好心也只能乞讨 那个家伙心那么坏 却过着好日子 老天真不恭敬 小朋友 你可不能这样说啊 善恶总是有报的 多行不义 必自毙 李二像是听到了什么 他一下子转过身来 李大和李二一下子对视上了 两人同时愣了一下 然后仔细地打量着对方 哥哥 李二 弟弟 两人一下朝对方走去 然后紧紧地抱在一起 时隔多年 李大 李二兄弟两人终于相遇了 已经成为富商的李二 将哥哥接回到自己家里 他希望哥哥能和自己一起 做贩卖牲口的生意 哥 今天你跟我一起去饭牛吧 以后我们哥俩一起赚大钱 饭牛 弟弟 你不会是去栽村里 低价购买人家的羹牛 然后再卖给屠宰厂吧 嗯 没想到哥哥你对这行还挺了解的 弟弟 这种生意作孽太重你知道吗 你挣的可是那些村民的救命钱 而且还间接地夺去了那些牛的性命 以后不要再做这种生意了 哥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当初我如果不是做了这行 我哪会有今天这么富裕的生活啊 弟弟 作孽太重是会遭报应的 哥哥 你还信这个啊 杀人劫财紧腰带 修桥补露全身赖 你心好可是得到了什么 这么多年还不是一直在乞讨 当初我要不是偷了那头牛 就不会有今天的日子 所以这世上哪有什么报应呢 李二和李大谁也说服不了谁 没有办法 李二只得自己去饭牛 可是这一次他却出了意外 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双腿 弟弟 这是怎么搞的 怎么会这样啊 哥 莫非我真的是遭到了报应 啊 弟弟 你怎么会这样说 哥 车祸之前我看到一大群 血淋淋的牛朝我们的车冲过来 接下来车祸就发生了 我在昏迷中感觉 好多头牛都在踩我的腿 等我醒来后便失去了双腿 哥 我没有了腿 以后可怎么办啊 弟弟 没事的 有哥哥在呢 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 谢谢哥哥 弟弟杀业太重 即使有哥哥替其修善过 最终也是众业轻爆 谢谢哥